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筋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随着自媒体行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越来越多人加入到了YouTuber的行列,有些人还成功地通过自媒体实现了财富自由。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综合整理了9个快速增长你的频道的小技巧。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请大家不要吝啬手中的点赞还有关注,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 攻略一,保持频道订阅的长期成长。 YouTube频道的订阅量固然重要,毕竟要达到1000订阅量才有机会申请广告分润。 但从长远利益来看,如果一个频道的流量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健康增长,那涨粉的速度自然会更快,粉丝的忠诚度和质量也会更有保证。 所以,千万不要被一时的涨粉冲昏头脑,也不要只盯着涨粉数据不放。 在注意力经济竞争激烈的当下,今天的流量可能只是一时有热度,不到第二天就成了炒冷饭,再也无人问津了。 网络上有很多Black Hat玩法的教学,我们并不建议新手尝试。 因为心存侥幸去买订阅或者刷流量,你的视频很有可能面临被下架的风险。 我们知道,YouTube严禁刷流量和买订阅等违规操作,一旦发现轻则警告,重则封号,甚至都不会给你申诉的机会。 下面我们整理了几个安全又有效的小技巧,帮你实现YouTube频道的快速涨粉。 首先,关注你频道的人一般有两种。 第一种是看了你的某个影片后,就直接点击订阅关注的人,因为他们认可这部影片的质量和内容。 相信你的频道内容值得订阅。 第二种人看了你的影片后,暂时不确定频道是否值得自己关注。 于是,他会先进入你的频道主页,浏览简介和内容,之后再决定是否关注。 如果都是第一种观众,那当然再好不过。 看一个视频就收获了新粉丝。 但更重要的是,要想办法留住第二种观众,把他们转化为忠实粉丝。 这就必须花心思把频道好好包装美化一番。 logo要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高度的辨识度,还要体现出频道风格。 如果用个人照片做logo,照片也要充分体现个人风格和亮点。 频道简介部分要简明恶药,直击痛点,让观众快速了解你频道的核心内容,你传递的价值观以及能解决哪些问题。 频道图片就是频道顶部的大图,可以把频道的核心内容,发布时间等信息在这里展示。 如果长得好看的频道主,也可以直接用自己的美照吸引粉丝关注,这一部分完全凭个人发挥。 只要能给频道带来锦上添花的效果就好。 如果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设计,就多去参考网红们的主页获取灵感。 攻略二,清晰明确的内容定位 开启创建一个YouTube频道前,一定要先想清楚频道的内容定位,并找到若干同类频道做对标,深入研究同类频道的内容主题,数据趋势和观众画像,再进行针对性的内容创作和频道运营。 那么自己应该做什么内容?YouTube上哪些内容是最受欢迎的?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做自己最感兴趣、最擅长的内容。 但是市场的反馈也同样重要,数据不会骗人。 在专业机构近期对超过20万个YouTube视频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后,得出了对频道主很有启发价值的结论。 比如生活类的视频数量已经非常庞大,但平均观看数并没有很高,体育类的视频数量很少,但有着极高的观看量。 精简主义标题和超长的视频标题都有更多的观看次数,越吸引用户的封面越容易被点击,也就越容易被系统推荐,获得更多的曝光机会。 超过10分钟的视频在发布7天内可以获得更多的观看量。 有字幕的视频可以得到更多的曝光和观看机会等等。 不过这些只是当下的一些规律和结论,不同类型的视频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YouTube上也并不存在一个可以套进所有视频的万能模板。 作为YouTuber,只有随时关注数据变化,及时调整,迎合观众的偏好,才能让自己的频道脱颖而出,始终保持竞争力。 攻略三,优化SEO关键词 谷歌是全球第一大搜索引擎,YouTube是谷歌旗下的产品。 如果视频SEO关键词优化好,视频就有机会获得更多更优质的流量来源。 具体包括,更容易被其他视频推荐,视频推荐位置更精准。 YouTube站内搜索排名更高,有更多机会被站外搜索到等等。 一般的优化包括频道简介,视频标题,视频描述和视频标签。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视频标题和描述。 因此,正确优化关键词能够帮助频道获得源源不断的流量。 这里推荐大家使用2Body,谷歌Trend等工具进行关键词分析和优化。 另外,想要获得搜索流量,你的标题还要包含大流量的关键词,比如要找出指数大、竞争小的关键词。 这样,当用户搜索关键词的时候,你的内容就能够首先出现在用户眼前。 梦想成为一名成功的YouTuber,但不想站在镜头前,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限时免费的YouTube不露脸频道创业指南。 这份指南会帮助你定位频道脱颖而出的秘诀。 工具与资源全面覆盖从免费到付费。 内容创作一试出就能吸引观众的策略。 优化设置打下坚实的基础。 避免陷阱,新手必毕的错误,助你节省宝贵时间。 马上点击影片下方信息栏里的链接,下载你的免费指南。 不露脸也能经营你的YouTube频道。 抓住这短暂的机会,成为下一位头部YouTuber。 攻略四,引导观众订阅。 号召和引导观众点点关注,不管是YouTube还是其他平台, 这都是最简单粗暴的涨粉方法。 引导订阅除了视频片头片尾使用, 也可以在视频精彩转折处使用。 介绍你的频道并号召观众订阅。 如果你的频道是非语言内容, 也可以使用订阅动态按钮, 编辑动画效果引导观众订阅。 次数多了,对方觉得你有价值, 就会果断关注。 很多时候甚至不需要开口说话, 只是偶尔弹出引导按钮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 明白了吗? 那还不赶快点订阅。 攻略五,积极与观众互动。 不管做什么平台都鼓励与观众积极互动, 特别是对于新开的YouTube频道, 一定要更加积极主动地与观众互动。 观众发表评论要积极回复, 尤其是一些有价值的评论或者有意思的提问。 这样既能鼓励观众参与评论互动, 又能提高YouTube频道的订阅转化。 同时还可以增加视频的热度。 当然,YouTube频道互动的方式很多, 回复评论只是其一, 还可以标新、置顶评论、 视频回复评论、 发布社区、感谢回馈粉丝等等。 攻略六, 充分利用Shots吸引订阅。 YouTube越来越重视Shots功能, 也就是类似TikTok的60秒短视频功能。 Shots流量爆发更强。 即使是新建的YouTube频道, Shots视频也能获取较多流量。 所以,如果你创作的内容适合发短视频, 建议多剪多发Shots, 特别是对于新手更加友好,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一千订阅量。 攻略七, 发布热门留言。 实时关注同类型的频道动态, 特别是那些内容和你频道高度相似或相关的频道, 因为这些频道有很多潜在粉丝。 如果在同类频道的视频下方留言, 就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潜在的粉丝。 切记不要水留言, 因为留言的目的是获得大量的点赞上热门, 甚至被视频主置顶。 因此, 一定要用心编辑你的留言, 可以参考同类视频的热门留言。 给大家的温馨提示是, 留言不要附上任何链接, 因为链接一般会被自动屏蔽, 因为有明显的引流目的, 还容易被其他频道主删除甚至拉黑。 攻略八, 频道合作引流。 视频一开始我们就提到, 违规刷粉刷量在YouTube是明令禁止的。 但也要知道, 引流和互推并没有问题。 这个方法类似公众号的玩法, 即双方内容水平相似且领域相关, 就可以进行合作互推。 具体的方法比如, 经常提到对方频道, 主页精选对方频道, 置顶对方的评论, 展示对方的播放列表, 片尾附上对方的视频, 卡片添加对方频道等等。 合作引流必须是双方存在 重叠观众的情况下才有效。 如果双方的内容领域毫无关联, 或者双方的观众毫无相似性, 那引流涨粉就没什么意义。 攻略九, 多曝光优质视频。 有些视频很容易获得新订阅, 有些则很难被关注。 如果能充分利用 稀粉效果好的视频, 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涨粉效果。 通过YouTube Studio数据分析, 可以轻松找到 稀粉效果好的那些视频。 利用好YouTube自带的各项功能, 比如片尾, 播放列表, 推荐位置, 卡片, 社区等等, 充分给这些优质视频 更多的展示机会。 如果预算条件允许的话, 还可以对这些优质视频 进行广告推广, 实现借机下蛋。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内容, 希望大家通过收看我们的节目 能有所收获和思考。 看到这里的朋友, 别忘了关注对金机遇, 再次感谢大家的点赞还有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吧。